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绝对的品牌光环 再加上一些年轻的氛围 今天我们要试驾的 就是Toyota旗下价格最亲民的家用车 Toyota Yaris 售价73,800 Toyota Yaris 目前不要怀疑正式 Toyota Malaysia旗下价格最亲民的一款家用车 刚刚上他们的官网看一下 之前的也是70,000左右的Avanza没了 现在税务假期又倒数中 所以73,800拿到一辆Toyota Yaris 真的是 已经算是有一点最后期限的感觉 用这样的价格拥有一辆Toyota的家用车 目前国内贩售的Toyota Yaris 跟Vios一样 J,E,G,三个车型 价钱分别从入门版的73,800 一直到高配版的87,600 任君选择 Yaris在2019年正式回到马来西亚 这次算是2021年的小改款 那为什么要选择Yaris 第一点很简单 品牌广环 我们已经说过很多次了 要详细了解这个品牌广环 欢迎去看我们之前介绍 Vios的那支影片 在说这个品牌广环之前 我们先说他的两个主要对手 目前他的直接主要对手 应该就只有 Honda City Hatchback 其他的牌子 我想一想我目前真的是想不到 因为之前我们有像是Rio 像是有208之类的 Hatchback入门Hatchback车型 但目前国内的这个市场在这个急剧中 似乎有点大的啊还有一辆 波罗啊也是没下温了 所以啊还有还有突然间想到还有 啊马斯达2对不起 那在这个价位中 其他的产品有一点离开这个价位 所以在70多千这样的价位中 这个 争扎于国产车跟上到日系车之间的价格 哎他真的有很大的优势 第二个我觉得是他的直接 非常重要的竞争对手就是 myvi高配版的myvi你再加个 十出钱你拿到一辆入门的toyota 会有什么差别哦我先我先这样说 他们之间的差别好了我先说 myvi跟Yaris主要的差别第一 隔音品质真的是两回事 第二内装材质的打造两回事 第三影响的直接就是舒适度还有空间 啊当然我知道很多人会讲说 哎myvi有ACC跟车 可是哦可是哦我最近问了 我身边好多好多朋友 我最近身边好多朋友买车 他们都跟我讲一句话 哎呀ACC跟车什么来的不要啦我不想用啦不要 对所以大家自己去做决定哈 那第二个问题来了 Honda City Hatchback跟Yaris之间该选哪一辆 Yaris有什么它优势的地方 我们这辆是最high spec的G spec 但是但是最入门的low spec 有给什么全LED的头灯 第二点气力airbag 然后第三点skirting skirting没有 哎我要讲的不是这件事我要讲的不是的 没有skirting这些body kit 而是Toyota一直都有在做promotion 促销之余这些body kit都有送 所以表示说你只要付75000左右 你就可以拿到一辆看起来很complete的 RCB segment hatchback 这就是它的优势而相对对手而言呢 呃你可能入门版你拿到呃 Helgio的头灯 然后 Airbag也没有这么多之类的 所以大家自己要去抉择 当然我们我不否认一件事 对手在空间的优势上有第二点 在马力上的优势上有 这是大家要去做抉择的东西啊 好我们来说今天的主角 这款红彤彤的Toyota Yaris 三个车型J1G 三个等级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 哎其实J上1 哎 差价差蛮大的耶 差的差不多10千左右 究竟差了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最简单的 前面这颗短波雷达 再加上上面的镜头 一系列的进阶式安全配备的差距 只有在e spec开始 有这些碰撞预警 车道偏离警示 盲点警示 RCTA的功能 那入门版其实3800的Jspec 是没有的 要到中配版的e spec83000才有 其他的差别呢 像是轮圈尺寸 驾驶盘 中控荧幕 meter等等 这是两者之间的差别 那最后e spec跟g spec 中配版跟高配版有什么差别 哎 中配版都有 这一系列的安全系统了嘛 那高配版有什么特别的 其实中配跟高配 其实就只有差3000块而已 因为差别真的不大 差别就只有后轮改用disk brake 前面的parking sensor 以及车里面speaker的数目 2021小改款的Yaris 升级的最主要我觉得 有两件事 第一安全配备 第二造型 这个造型 我们之前在Vios已经说过了 真的比起小改款之前 好看太多了啦 真的好看太多了 第一点好看的 头灯主的造型 这个3.4的LED头灯 再加上日行灯的光调 整体的视觉感比较和谐 而且比较高级一点 第二点整个水箱护照 以及前面保感的铺层 都让它看起来更加运动化 更加的complete 更加有家族语言 所谓的家族语言是什么 就是从 从Camry到Artist 这个前面开口的设计 有很家族式的风格 是它这次升级的方向 然后轮圈的部分 入门15寸 中高配都16寸的轮圈 至于smile entry的系统呢 只有驾驶座一闪车门有而已 Yaris的车尾就是它跟Vios 最大不同的地方 Vios就多了一节后车厢 就变成B segment的 Sedan家用车 所以对于很多年轻朋友 年轻族群来说 单身贵族黄金单身汉 为什么我要去买一辆家用车 我要的是 灵活的驾驶 更好的操控性 更容易parking 对啊 所以我就拿一辆 有Toyota光环的Hatchback Yaris就好了 这就是很多人 我今天把这辆车架来这边 拍摄的时候 我路上就遇到了至少4辆Yaris 4辆Yaris 所以它的推出 对于本地消费者来说 我这个选择是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因为我 我 我想要70多千的 Grissey V segment 但是我真的不想要一辆Sedan家用车 所以 少了一节屁股 多了一种个性 这就是Yaris所扮演的很重要的角色 好车尾的部分有什么 那么第一点 锡柱做黑色钢琴烤漆 所以它有个悬浮式车顶的造型 然后上面的扰流尾翼 下面的宝杆Body Kit 这些都是选配升级的 有没有送大家自己去跟Seltzman问哈 然后车尾的部分呢 我最喜欢的就是尾灯的这个 小小的光条 在晚上看起来 不管是Vios还是Yaris 这一条红色的尾灯啊 感觉就蛮有质感的 Yaris车型等级配置有在哈 所以你买单一个等级啊 是看得出来的 再来尾管单边单出 然后有到车镜头 而且它不只有到这镜头 E-SPEC开始 E-SPEC跟G-SPEC就有360环境显示 至于尾门的开关呢 中间电磁阀压一下 就整个打开了 Yaris的后车厢空间是286公升 比较起Vios 506公升 哎 几乎活生生少了一半 所以 灵活的驾驶 啊灵活的操控 灵活的parking 你牺牲的就是 收纳空间 对于很多人来说 其实觉得说无所谓 我平时一个人驾车代步 对于马来西亚人来说 一个人驾车的几率多高啊 所以对啊 我这样子我就more than enough了 不够的话 后座椅背当然 可以做64分离倾道 好下面打开还有什么 下面打开其实 全尺寸的备胎还是有在的哈 赞 引擎室的部分啊同样哈没有油压顶杆 上面有隔热棉 引擎的动力主体就是这颗大家非常 再熟悉不过的2NRF1 1.5公升多VVT带 自然经济汽油引擎 输出的马力107匹扭力峰值140 搭配的是这个模拟七速的CVT变速箱 这颗引擎就是 Vios跟Yaris最被大家 稍微唾弃的地方了 为什么因为马力输出太低了107匹 跟对手放在一起就觉得说 哇应该是差了差不多10多%左右吧 所以就会觉得说 为什么不要给 更充沛一点动力 哎其实这颗引擎的potential很高 可是Toyota就是要做它一个目的 多VTi上油 那也有人说为什么1L turbo不要拿进来 可是看到Amera的销量就 ok好悬挂的部分呢 前面McPherson后面Torsion Beam当然的嘛 但是McPherson跟Torsion Beam 都好都有另外在家Stabilizer 所以对于整辆车的驾驶稳定性操控而言 Stabilizer真的是有发挥作用的 坐上Yaris的后座呢 第一点我们先看空间哈 我的驾驶位置 说过很多次了 我的调的比较前 所以我的膝盖空间算是蛮多的 头部呢也差不多有一个拳头的头部工签 第二点注意到是什么 Yaris的内装 这些绒布布料全部都用黑色做搭配 所以做黑色的内装有一个特点 就是让你感觉更加运动化一点点AU 好座椅的部分呢 Yaris 不管从入门到高配 全部都是布料座椅 这个布料啊 我觉得OK 这个质感我个人还蛮喜欢的 如果比较起那种 不怎么样的皮革来说 这个布料的感觉我觉得真的好很多 而且大腿支撑的长度 其实不算太短哦 这个做的感觉还蛮舒服的 然后座位它有做凹陷 椅背也有做稍微的凹陷 所以不管是坐的感觉还是躺的感觉 这个椅子的设定 我真的蛮喜欢的 所以身高169公分来说 其实这个设定很符合 我觉得很符合亚洲人的体格设定 真的超棒的 只是遗憾的是什么呢 第一点 后座没有冷气出风口 然后第二点 大家都说的 靠手太往后了 为什么要做到这么后面来啊 嗯对 下面有两颗2.1A的 2.1A算快充吧 然后中间地板完全没有隆起 全屏的 因为是前驱 它完全不需要做隆起 所以整体感觉不错 头枕啊 可调 后面三个位置都可调 中间没有靠手 然后它有搭配一些蓝色的车缝线 蓝色我还蛮喜欢的 感觉有点什么 假hybrid的感觉是吧 好旁边的材质全部都是塑料 全部都是塑料 然后再加上一点点的钢琴烤漆 靠手的部分 有做皮革搭配 前座两张座椅当然 都是手动做调整 嗯大腿支撑 感觉长度跟后面差不多 不过它就多了一些包袱啊 一些支撑这样子 所以 Yaris啊要有点运动化吗 可能有吧 可能有 哎它只是一辆1.5的Yaris OKOK 它不是GR Yaris 不一样的 然后一样哦它有这种蓝色的缝线 在座位 在驾驶盘 啊 就真的有感觉 有一种hybrid的感觉 蓝色就是hybrid嘛 不是吗 得到它 驾驶盘就是它最遗憾的地方 它只能上下调 因为对手可以前后 好 我们来stack个车子 看一下它的内装配置 呃 我们刚刚说的嘛 Yaris最吸引人的内装 就是第一点 即使是入门的车型 都全车系标配7颗 airbag 这次 所以你看到Airbag啊 然后Airbag啊 Airbag啊 Airbag啊 到处都有写Airbag啊 7颗 全部给你 不管你是入门版 还是中高配 内装的部分 我觉得大致上啦 就跟 啊Vios是 完全相同的 完全相同 不一样的就是上面啊 这个黑色的布料 那Yaris的内装 哎入门中高 三个等级J1 就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呢 简单来说第一点 驾驶盘 入门的车型没有任何的按键 入门的仪表也不是这一组 入门的是 比较简单一点的 然后上面这个TFT荧幕啊 也是中高配才有给的 所以说你要内装比较美 你要安全配备比较丰富一点啊 E spec G spec 看到路上真的是G spec跟E spec 满街都是很少看到G spec的 虽然有LED头灯 可是大家还是选择啊 上E或者G 那驾驶盘三幅四 这个已经 看了很多次的驾驶盘啊 后面没有换挡拨片 那驾驶仪表呢 也跟Vios一模一样的 这个蓝色的转盘 然后TFT的萤幕 这个萤幕一样有开机画面 那中间这个呢 哎就非常好玩了啊 入门版 不是这个萤幕哈 入门版没有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只有中高配版 有这个7寸再加Android Auto Apple CarPlay 虽然尺寸小 可是有Android Auto真的很加分 很好用真的很好用 你什么YouTube Music啊 Waze啊导航啊什么 嗶嗶嗶嗶 手机操控就真的方便很多 再来就是中间这个这个东西啊 我该怎么说呢 其实我蛮喜欢的这个东西 它做出来的跟整个前台 它做出来有这种一体式的感觉 你不会觉得这个东西很突兀 然后你不会觉得它很难看 其实OK放在这边OK 然后它它有一种很简洁的感觉 因为它的冷气操控 跟这些按钮都很简单 它没有太多很复杂的东西 当然相对而言 我觉得稍微缺少的就是音量的旋钮 它没有它只有task screen 然后它有一颗USB 所以是做Android Auto 以及那种USB数据传输用的 再往下看这个是我最觉得 我觉得Toyota的B segment最遗憾的地方 就是Vios跟Yaris最遗憾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地方 第一代的Vios空间是非常棒的 第二代就压缩成旁边两个支杯架 到了第三代3.75代 这个空间其实是很好可以发挥做收纳的 就是你做稍微一个分层处理啊抽屉啊 装东西都很方便 可是今天它就只有两个收纳格 所以你变成你东西就啪堆在这边 然后你很难整理 所以我觉得真的是 真的是有一点遗憾啊排档杆 模拟奇数CVT是这种尺状的 然后有一点点啊上面这个皮革 上面这个皮革只有高配板才有 装配都没有啊装配都是plastic的 好传统的手刹车 然后有一个手机可以放在这边 然后有一颗电源插槽 然后有一个在这个位置啊会不会太后面 其实有一点点真的有一点太后面 然后第二点它有一点太过瘦小 所以就让人觉得 哈哈哈哈 好里面的收纳格其实不算大 然后它目前有选配放这个无线充电座 就看大家自己要不要哈 呃前面的行车记录器 E-SPAC跟G-SPAC是标配 那入门是选配 至于后行车记录器 全部都是选配 那所以这大致上就是 Garis它的一系列配备 至于驾驶表现究竟如何 它跟Vios有没有不同 操控差别多大 Let's go 我们上路试驾 先说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那时我试驾Vios的时候 应该也是有提到这个东西 就是360环境显示嘛 中高配都有 那它有一个很有趣的function 就是既然360左右边都有镜头了嘛 它就模仿对手来做一个 像是land watch这样子的东西 它在时速很低的时候 就是差不多20左右 你打左边的signal 它就会给你看左边的特写 然后360 打右边的signal 它就给你看右边的特写360 时速20以下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其实蛮有趣的 那也有一点点小困扰 为什么会困扰很简单 因为当我插Android Auto的时候 我看Waze 然后在低速的时候 我在找路的时候 一打signal 它就抢了我的画面 你会觉得说 有一点烦恼 为什么那个land watch 要抢我的画面这样子 这就一 好不管我们来试驾了 啊一 驾驶模式有三个 eco normal sport mode 现在是eco mode 我把eco mode关掉 拿上 ok 没有battle shift 所以我要用这里 自动上下加进档 啊 ok二档 我们等一下再来说啊 可以了可以了 我们来说一下 Vios跟Yaris这两者之间 差别到底大不大 ok其实哈 第一件事就是 油门反应 变速箱 油门反应两者之间应该是一样的 但是变速箱的调教 两者是有不同的 啊我这样做个假设好了 Vios跟Yaris 他们这个107匹 其实极限来的很快哈 对就107匹而已嘛 那 他比较起以前我们四速自排的Vios 啊有什么差别呢 第一点最简单的就是进档太快 呃假设说我们以前在起步踩上来之后 假设说他踩了哦哦哦哦哦 继续走他差不多是在二档 你就有那个你的扭力就会在那边 可是今天Vios跟Yaris 因为他是多VVTi 然后加上他是模拟奇数的CVT 所以他会更快进档 让你达到更好的油耗表现 他会怎样子如果是Vios的话 你在旧的Vios 还在二档的时候 新的Vios已经去到四档了 Yaris呢大概在三档左右 CVT起步的时候第一段 最初的油门下去的时候 你会感觉车子动力来的很快 然后上到40再上去之后 你就会感觉他虚掉了 为什么因为他一直在进档 所以你驾CVT的车子 或者说你驾Toyota的CVT 你要有一个心态就是 他的目的就是为了省油而来的 他除了省油第二件事 就是让你感觉整辆车的那个架起来 很smooth的感觉 他没有要做很aggressive很运动化 所以今天我们驾这辆车子 我还没有开Sport mode 我刚才normal mode Sport mode的话 它的rpm会从千多转上到2000处 所以这个油门介入会比较快一点点啊 其实Vios也是有了 那你说他有非常运动化吗 哎呦呗你看他现在拉到3500转呢 所以他是有稍微拉一点点给你的 他就会让你多一点点动力更充沛的感觉 你真的要你真的要驾到比较有力的感觉啊 你可能就开个Sport mode咯 那第二个差别 就是有屁股跟没有屁股 哎两者之间差重量其实差别不多 都是1100多公斤 对那你就是你会想说哎 重量都差不多 架起来应该差不多 但是你要想一件事哈 今天两个虽然同样重的东西 但是一个比较长一个比较短 在高速行驶甚至一些弯道的情况下会怎么样 第一你的尾部动作一定会比较少 你你摆右边啊摆左边摆右边都好啦 你的相对应的那个尾部的动态 你少掉了之后你会发现 这辆车子的操控更加的灵敏啊 整个掌控性更加好整个驾起来 你就觉得他比较得心应手这样的感觉 再来就是车子的悬挂设定 大家如果记得以前 如果以前开过toyota的朋友 不管你是开vios啊 corola artist都好 大家都会印象中觉得 哎toyota就是悬挂很舒服 很软让你乘坐感很棒的一辆车子 呃同时也会玻璃肉很多轻飘飘不好操控 那今天不管是vios还是yaris 他其实悬挂设定真的都稍微带硬一点点 真的是稍微带硬的 所以他直接减少了body raw 第二点他还加了stabilizer 所以你整个操控性 即使在一点弯道 即使在城市的驾驶 即使在高速公路上的行驶 你都会觉得说也没有以前那么飘 然后车子的整个驾驶起来 他给你比较多的solidness 你会觉得哎他变solid了 他比起他的直接竞争对手 我们就说我之前驾city好了 city的body raw 可能会再多一点点 可是vios跟yaris哦 这个相对的操控 是有比以前的vios 因为我这家2代嘛即使是trd trd 其实没有改悬挂 trd 就是照型加分而已 所以 3代开始甚至哎 应该是3.5代开始 悬挂改硬了之后再加stabilizer 真的对操控性 真的对操控性 有很大加分 来我们来开一个manual好了 退三挡 啊当然三挡这个cvt的噪音一定是有的啊 不要有太太奇怪的幻想安静 很难进不可能 cvt你的防火墙做的在 你在努力啊 他还是有极限 哇哎其实很好驾哎 其实真的很好驾 yaris 你看我三挡压着 这个操控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 很多 四挡 这个动力比我想象中的好很多 serial 这个动力 这个掌控性 嗯 直接比之前一辆我们我们讲他的我们刚才讲他的对手啊miv 他比miv好很多很多 他的底盘虽然还是vios底盘vres底盘 但是悬透过改变悬挂的设定 他给人整个驾驶体验真的是有不一样的那再来另外一点就是就是什么轮圈 之前以前我们那一代最大是15寸轮圈吗 现在中高配给16寸轮圈16寸轮圈真的会操控会比15寸来的好一点他刚才这样子跑啊 我不会有那种掌控不到的感觉 其实还蛮好掌控的 今天他车身他车身轻耶 然后 哇OK 我有我有我有点意外我有点意外这这两三天驾下来的这个驾驶体验我是觉得不错的 他给人一种蛮蛮舒适的感觉 但我没有想到他 给他一些些压力 他OK哦 他打造的氛围 其实是很不错的 呃第一 Toyota这次很强调在Vios跟Yaris上一件事情就是隔音表现 不管是Vios还是Yaris 隔音其实都做得很好 真的真的隔音真的做得很好 你不管是防火墙隔引擎噪音还是外面其他车子的噪音 他我觉得他都做得很不错 你会feel到哎原来B segment 的快iness也可以到这边啊油耗表现油耗表现呃玩得胸 玩得胸的话 呃12l 100公里 那如果真的是这样很smooth驾的话 6 7公升5公升性是100公里是有可能的 所以油耗完全取决于你怎么知道这辆车子啊我们的油耗很高了因为 所以我们都是停着拍摄的 呵呵 呵 好我们今天的试驾就在这边先告一个download 有什么想法欢迎留言给我们这边subscribe channel 我们下期再见拜拜